印尼总统大选气氛热闹滚滚 现任国防部长普拉伯沃角逐大位 受到支持民众热烈欢迎 他在首都雅加达GBK国家体育场 办开票庆祝晚会 可容纳7000多人的场地 被人潮挤得水泄不通 72岁的普拉伯沃这次第三度选总统 搭档选择现任总统左科威的长子 36岁的吉伯朗当副手 成功拉台绅士 普拉伯沃根据快速计票结果 共获得近60%得票率 大幅领先其他候选人 宣布胜选 普拉伯沃当选印尼新总统 一般预料将会延续 左科威的政治势力 针对如何发展对台湾的关系 普拉伯沃竞选团队发言人表示 印尼对台湾的友好关系会持续下去 我们没有国家 但是我们有国家 在台湾 台湾也有国家 普拉伯沃竞选团队表示 台湾约有1.7万名印尼学生 另外出股约有20万名台湾游客 来到印尼 印尼游客到台湾的数字 约落在19万人左右 显见两国间 经贸往来相当平凡 普拉伯沃也对吸引国外 和台湾投资抱持开放态度 普拉伯沃宣布胜选 不过印尼选委会官方计票通常得立10月1个月 正式选举结果预计3月中旬才会公布 新总统预计10月就职 普拉伯沃出身军旅 过去曾参与镇压1990年代的东地问独立运动 以及涉嫌绑架1998年学运人士留下人权污点 他成为下任总统 引发印尼民主是否会因此倒退的讨论 另外有左科威长子及伯朗担任副手 也引发外界质疑左科威企图建立政治王朝 中央社记者李宗宪雅家达报告